搶搭韓风 果农搬来火龙果 以及高雄山林特产白玉苦瓜 打脸先任高雄代理市长许立明 因为他在脸书酸寒 白玉苦瓜跟白玉萝卜傻分不清 就连花妈也留言按赞 农民却说这白玉苦瓜 真的有地点就在高雄山林 这是萝卜还是苦瓜 所以说 所以说会把萝卜 会把萝卜当作萝卜的时候 那就是政治意图 虽然是生了选区 但这股翻转气势 横扫全台寒流再发威 铁票也会生锈 这网友这里梦昌高雄采访报道